刘彻晚年穷兵独武惨遭划铁卢 前线失礼后院又起火 造成了巫蛊之祸 逼返太子刘炬 这时刘彻噩梦醒来 暮起沉沉的汉朝能否重获新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那是汉朝》第四部 宫廷决斗祸光武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十六集混战谢幕 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到有一个叫豹胜之这么一个人 但是没有介绍他 这回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豹胜之 汉武大帝的末期 因为连年对外征战 汉朝的经济不怎么景气 经济不景气 失业人口自然就会多 那个时候政府没有失业保障金 社会第三产业也不怎么行 于是地方上这些失业人员 为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搞出了一个收入非常可观的产业 这个产业就是盗贼 因为规模比较大 后来就成为了盗贼集团 中国古代的盗贼呢 生存规律极其反常 社会越安定 他们生存空间越小 产业规模也就越小 如果逢上什么乱世 那生存空间就会迅速膨胀 他们的事业也会一日千里 蒸蒸日上 秦朝末年 陈胜吴广一声呐喊 全国的穷苦人民 都跟着他们俩做起了盗贼 这个呢 就是历史的证明 从某一种角度来说 汉武大帝开疆拓土 替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 他替后代留下的这笔武功 我们应该要常常铭记在心中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汉武大帝呢 就像是西汉的一座分水岭 西汉由盛转衰 从他而起 汉武大帝生前死后 西汉的这个气象呢 就判若两人了 西汉的衰向 在汉武时期就有了征兆 正所谓如此 地方的郡国盗贼 大有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现象 也正是因为如此 汉武大帝时代 他重视盗贼 提用酷吏 治理郡国 那么这个暴圣之呢 就是被汉武大帝 任命为直指使者 大力治理盗贼后 迅速绝席的 那么暴圣之是怎么 制服郡国的那帮盗贼的呢 他不是坐镇指挥 而是亲自参与到 抓捕盗贼行动 每次他出场啊 总是一身滑美的衣服 一旦抓捕盗贼的时候 总是挥着一把铁服 冲在最前头 那场面 那气势 可谓是惊心动魄 激动人心的 大家想想 如果说公安部部长 穿这一套笔直的西服 手里拿着一把斧头 站在广州火车站 狂追某斧头帮的头目 这种新闻 保准在第二天热遍电视 轰遍网络 烧遍所有媒体 那么当时暴圣之呢 就是靠这铁一般的手腕 整怕了所有郡国的盗贼集团 因为他政绩非常的突出 盖都盖不住 官呢也就越做越大 做到了今天 欲使大富 好咱们再回到上一集的内容 那么暴圣之替田人说了什么话呢 他是这样对丞相刘区毛说的 死职 怎么说也是两千旦的部长级干部 丞相要斩田人 也要请示皇帝 你有什么资格就此痛下杀手呢 暴圣之这么一说呀 刘区毛觉得好像也有道理 然后只好放了田人 可是暴圣之为什么要替田人说话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的还有 他到底是因为跟田人关系好 还是因为同情太子刘聚的原因 从而救了田人呢 而我知道的只是 暴圣之啊 救了田人之后 刘彻很不高兴 刘彻不高兴的事多了去了 他最不高兴的就是长安铁网灰灰 竟然还是让太子刘聚六号了 于是怒气冲天的刘彻开始发飙了 第一个被他找去算账的就是御史大夫 暴圣之 刘彻派人给暴圣之烧去了一句话 就将他给收拾了 这句话的大约意思是这样的 私职故意放走 叛党头目 丞相杀他理所当然 你凭什么擅自劝阻呢 暴圣之一听啊 知道他也完蛋了 只得自杀谢罪 刘彻第二个要收拾的就是魏皇后 他给管理皇族事务的宗长刘长 下了一刀命令 进宫收缴魏皇后的印信 魏子夫听完以后啊 自杀做了了结 这个曾经的灰姑娘绕了大半年 终于终结了属于他的神话 接下来 刘彻要将第三个和第四个人一块收拾 这两个人的分别就是 仁安和田仁 刘彻认为啊 仁安老奸巨华 手术两端 他之所以紧闭城门 不与刘巨战 就是怀有二心 想要坐山观虎斗 看谁胜才投向谁 这种铁杆骑墙派 不斩他斩谁呢 至于那个田仁 大道理就不用讲了 于是两个人同时被押上刑场 腰斩 最后刘彻要收拾的呢 有三类人 太子的老师石德 以及凡是出入过太子刘具 宫门的宾客 全都驻杀 凡是跟随刘具 做过战的市民 屠杀全组 凡是被逼参加刘具集团的官员 全都流放 到这儿呢 事情还没有结束 刘车认为刘具逃亡 随时都有可能杀个回头枪 于是为了防止刘具反击 刘车命令长安各门 重兵囤守 恐怖笼罩着整个长安城 上到中央众青 下到长安市民 人人自危 其实事实上 刘车担心太子反动的是多余的 此时此刻 那个被命运抛弃的孤儿 正在朝东逃亡 他这一逃啊 就逃到了湖县 湖县就是现如今的河南省 领保泄西 躲到了一家贫困户家里 关键时刻 还是穷苦兄弟靠谱啊 这户连低保户都不如的苦兄弟 最终呢 还是收留了刘具 只要是穷人家出来都知道一句话 宁可添一旦凉 也要少一双筷子 少一双筷子就是少一张嘴 少一张嘴 那一年可以省多少米饭 然而 刘具不是一个人逃亡 跟随他的还有两个孩子 对于一户穷人来说 多几双筷子 不亚于朝他们身上压了一座大山 然而这苦兄弟很够意思 他不叫苦也不叫累 仍然坚持织草鞋卖草鞋 以此供养刘具这一行人 这下轮到刘具不好意思了 这时呢 刘具突然想到了一个有钱人 刘具想起的这个有钱人 就是胡宪人 是刘具的一个故人 刘具想到他不是想改投他家 而是向他借点钱 一想到这个人 刘具呢就派人出去 向对方借钱 然而事实证明了 有些钱不是乱借的 刘具没想到 他派人出去借钱 钱没借着 就已经惊动了地方官员 8月8日 地方官派人包围了刘具的藏所 长安曾经是刘具的地盘 在那呢 命运曾经无数次的眷顾他 然而在这个人单力薄的异乡 他偏离了命运的轨道 已经太过遥远了 他不可能再受到上苍的眷顾了 死亡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来的这么突然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来的这么猛烈 刘具从门缝里啊 他看到屋外是人影重重 他知道 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 于是他找来一根顶柱 将门给拴紧 用顶柱将门给顶死 然后他抽出一缕 伯爵挂在乌梁 然后绑紧 接着他用板凳定高身体 将头伸进了死亡的圈圈里 最后一脚踢开板凳 告别了这个妩媚多情 而且又残酷冰冷的世界 过了许久 官兵们听到屋里有响声 觉得不妙 一个士族一脚踹开屋门 众人就这么冲了进去 当众人将刘具抱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生气全无了 我来过这个世界 我脚步匆匆 风尘遮面 我又走了 挥一挥衣袖 作别西天的云彩 带走了人间所有的悲伤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四部 宫廷决斗 霍官武权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如果您觉得 杨强强我播讲的还是不错的话 那么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再或者给我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谢谢各位了 刘具死的时候呢 年仅37岁 好 这刘具啊 已经死了 咱们呢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转过头来 说一说 李广丽 其实我一直认为 李广丽是一条非常可怜的虫子 然而冥冥之中 上天似乎相当的眷顾她 想当年 李延年跟刘彻关系那么铁 却被她弟弟一条淫乱后宫之罪 而牵连人头落地 当事时 李广丽呢 正在征伐西域 刘彻念她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放过了李广丽 当太子刘具在胡县自杀的消息 传回到长安之后 李广丽突然莫名的骚动下来 她仿佛看到了 一个美妙的春天 正向她走来 李广丽之所以蠢蠢欲动 是因为属于她的机会来了 其实准确的说 是昌义王刘伯的机会来了 刘伯是李广丽的外甥 在刘彻的这群孩子当中 处境较为弱势 这个孩子 他为人处事 没听说过有什么过人之处 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坏人之处 有一个可圈可点的事迹 那就是他生了一个混蛋儿子 这个人名叫刘鹤 那么关于这个刘鹤的历史 咱们后边会说到 在这就先不说了 命运注定将刘伯和李广丽捆绑在一起 想当年李夫人也算是倾国倾城 将刘彻迷得神魂颠倒 没想到一招得病毁了戎 抽了命 伸伸腿就走人了 留下她与李广丽相依为命 李广丽认为她和刘伯是同一条藤上的瓜 那就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今的汉朝 如今的长安 如今的刘彻 一切都是乱糟糟的 他必须逮着这个千古难遇的机会 混水摸鱼 替刘伯换一个好工作 天下最好的工作 那当然就是皇帝了 比皇帝次一等的工作 那就是太子 现在刘伯丽太子只有一步之遥 尽管刘伯处境不怎么好 但是李广丽仍然认为 机会永远属于敢于吃螃蟹的人 如果有敢吃螃蟹的人帮助的话 刘伯登上太子之位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说李广丽敢吃螃蟹 那实在是有点吹了 想当初征伐西域 他可是被刘徹硬拉出去吃螃蟹的 最后呢 螃蟹是吃了 可是自己的那张嘴 也被吸于那只大螃蟹咬得稀巴烂 我想啊 这事让李广丽回想起来 肯定还是隐隐作痛的 那么事实上呢 李广丽所说的那个 敢吃螃蟹的人 不是指他自己 而是传说中的那个逃了命 不要观音的丞相先生 刘屈毛 李广丽之所以和那个姓刘的刘屈毛扯上关系 是因为他们俩是亲家 李广丽的女儿 嫁给了刘屈毛的儿子 政治婚姻 从来都是政治生命的部分延续 于是李广丽啊 开始琢磨事了 然而李广丽怎么着也没想到 正当他关起门来 研究这个政治厚黑血的时候 就出事了 不是李广丽出事 而是汉朝出事了 这件事呢 出在汉朝的边境地区 匈奴隔三差五的骚扰和欺负人 于是刘车坐不住了 他找来李广丽 叫他务必上前线去教训教训匈奴 其实我发现啊 这个汉兄两国自从刘邦开国以来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 打了一百多年了 两方的牛人将领的是越打越少 匈奴铲鱼自从莫独死了以后啊 一代不如一代 那至于汉朝这一边呢 自从魏清和霍去病死了以后 再也不见当年激动人心的场面 实无英雄 使数字成名 像李广丽这样的货责 当汉朝的消防救火队队长 总是不怎么靠谱的 所以每次刘车一派他出征 哎呀我这个心呢 就本能的紧张紧张 其实非但是我紧张 我想汉朝人更是紧张 刘车怎么就不紧张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 反正是汉朝无良将 怎么着也得找个人拉出去垫背 果然李广丽这次出征 就是被拉出去垫背的 不但垫了背 还做了匈奴的孤魂野鬼 他想回来 连汉朝的鬼都不认他了 公元前90年春三月 汉朝大军就这么出发了 这次出征呢 分三路大军 李广丽率七万人出五元郡 五元郡呢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士 新玉史大夫商丘成 率两万人出西河郡 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 准戈尔齐西南 崇河侯马通 率骑兵四万人出九泉郡 如今的甘肃省九泉市 这次呢 汉朝大军加起来 大约将近有十万余人 如此庞大的队伍出征 肯定不是出去逛一逛 领略什么大漠 无限风光那么简单了 所以匈奴一听说汉兵出动的时候 神经立马就紧张了 可是怎么应付汉军呢 其实匈奴人心里早就有主意了 匈奴和汉朝对砍了这么多年 特别是被卫星和获取病一阵砍杀过后 元气大伤 没有多少老本可以拿出来折腾了 所以后来 只要说汉朝一出兵 他们做的一件事就是 巩固抢劫成果 将粮食等物资呢 全部运送到安全的地方 正所谓 留得粮食在 不怕没饭吃 接着第二件事 然后才商量怎么去砍人 为了对付汉朝大军 匈奴缠余的做了如下部署 首先将所有的粮食资重 北迁到智居水 智居水呢 就是今天的色冷戈河 经流蒙古国 恰克图市以西 注入贝加尔湖 其次 匈奴缠于命令左贤王 将东方各部落 全部带到 渔污水以北六七百里的 兜贤山 渔污水呢 就是今天的吐拉河 发源于狼居旭山 流经乌兰巴托市南 注入到厄尔魂河 再次 智居本人准备亲帅精锐骑兵 渡过 姑且水 然后呢 去迎战汉军 姑且水就是今天的图阴河 流向蒙古车车尔库隔城 南表 双方安排妥当 接着就是开打了 首先呢 向匈奴智居冲去的 就是商丘城的兵团 然而当商丘城啊 晃悠着挺到 这个插路口的时候 发现匈奴人影都没有一个 跑了这么老远 连鬼影都没见着 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于是呢 商丘城领着这两万人 准备晃悠着回去交差了 商丘城呢 他诸多情况不强 纯属于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然而这个人 能够混到御史大夫 也不是吃白饭的 既然不是吃白饭的 就算他没打过架参过战 总也得有一张 作战地图什么的呀 那么匈奴到底藏在哪个位置 他心里应该是有底的 那么说 他这两万多人的队伍 难道说 真就成了观光代表团了吗 其实我认为啊 商丘城不是怕死 而是只要他的部队 来到了姑且水岔路 这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因为他的任务呢 就是替李广丽探路的 李广丽的部队 正贴着他的屁股 在路上跑着呢 好了 今天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讲到这了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纳什汉潮》第四部 宫廷决斗 霍光武拳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持续的更新 如果您觉得杨腔腔 播讲的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谢谢各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